半导体芯片下周怎么看 风险还是机会 龙头倒塌了 还有没有戏 个人的态度呢 板块里面要区分个股 有的个股小和财路尖尖角 有的谁买淤泥带萌牙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半导体板块指数 那么表达半导体板块指数的呈现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回顾的话是在6月20和6月19号 就是上周刚刚过去的周三周四的时候 当时反复给出的态度 尤其是向周四冲高的时候 当时指出半导体冲高不适合进攻 应该视为减持点卖点 观察台积股份上海贝林的表现 可见端倪 而且在周三当时也是反复的强调 上海贝林台积股份是拉过出货 还是横墙 散户没有必要趁热闹 但是它对于方向是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如果说想要横墙 它需要强反包阳线 或者是需要新的涨停板呈现出现 如果说不能出现这样的横墙 一旦龙头倒塌 那么它对于阶段性该方向的人气 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那么我们当前再来看 那么对于半导体板块指数 周四给出了一个长上瘾 冲锅回落 那么周五的时间的话呢 是低开 下探之后的话呢 又有一个明显的拉伸 而且的话呢 难得的收红 那么对于半导体板块指数 怎么看呢 我们从周开日开分中图 再结合量价关系 再结合板块里面的个股的呈现 来进行分析 好 那么从周开的视角来讲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有一点是需要高度注意 注意的内容是什么呢 半导体周开已经呈现的是四连扬 而且是属于持续方量增量的表达 那么单纯的四连扬增量 方量呢 它并没有什么特殊性 但是放在当下的市场 当下市场是什么呢 上证指数 周线 五连扬 存量 创业版指数 周线 它也是呢 五周四英 存量 深正 存值 对应的 也是属于什么呢 五周 四英 存量 好 那么再包括呢 像附深三百指数 在整体市场 处于存量 而且呢 持续弱势 深入了很多板块方向 持续新低 列表像附深三百五连因 缩量 存量 而对应的半导体这个基点呢 能够呈现 四连扬 而且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持续放量的态势 那么呢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 该板块在过去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是逆势的 而且呢 是有资金潜伏的 这一点通过量亚关系 通过存量量是能够 很清楚的表现出来 只不过呢 那么像本周从周开的视角来讲呢 它也是一个呃 带有上影线的 但是呢 它的呃 阳系 它的量能是依然有保持 保持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对于半导体的思考的话呢 个人更喜欢于呃 用什么视角呢 它历史从四千零一四千零一四九点 一路下跌 跌到一千四百八十三 那么当前你思考的话呢 你要是从大的一个呃 格局大的一个视角 只是思考从四千一百四千零一四九到一千四百八十三 这一段的呃下跌是否能够结束 如果说判断它的结束 那么以它作为一个呃参考 那么它的行情呢 绝不仅此而已 只不过当前来看的话呢 那么这一段内部的表达它是一个局部的节奏问题 什么节奏呢 即便 主观是看好的 但是阶段性触发了阶段性的顶点也好 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点也好 当离场离场当前之前 只是等待下一个机会而已 好 这是从周开 最起码的从周开的一个视角来讲 它是连扬 而且的话呢 是属于持续 嗯 方量 只不过呢 本周的阳线实体和上周的阳线实体呢 是有所收窄 本周的上影线和上周的上影线 相比较来讲 有所拉长代表的是这个位置呢 反弹 实际上是 嗯 到了相应的一个节奏点 这个节奏点呢 从记录层面来讲 前面也是有平台的承压 也是在前高附近 这个位置呢 阵浪调整是很正常的 那么我们只需要思考 它的调整是 小调整 还是大调整 那么我们再开始开 自开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当前的一个表达而言 这个位置 咱们前面呢 给出了一种分析的视角 什么分析视角呢 出现一个标志性的 例如说带量 带油进入 或者强反暴 或者强底分标正的阳线之后 后面的话呢 还真浪在阳线的 尸体不破 好 再一次出现这样的 进攻性的阳线 后面的真浪 阳线尸体不破 再一次出现带量的进攻性的阳线 和后呢 调整 阳线不破 只不过呢 只不过呢 当下他值得注意的是节奏和前面的 嗯 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例如说在这一天 同样给新高 当时呢 就讲到这个位置呢 这一天的量能和前面 他相比较来讲量能是 衰竭没有过前面量能的高点 同时呢 这一天呢 阳线的高点 阳线的尸体和前面比的话呢 它是呃 尸体是呃 有所下降 那么呢 当时指数的话呢 多方的力量 虽然说呢 方向是向上的 只不过多方的力量 是有所衰减而已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上周 四这一根开线呢 再进行比较的话呢 量能放大了 但是呢 它带有长上影 代表的是 这一天 它是以这种高分期触发的 高分期触发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呃 跟中视角的话呢 依然是把前面这一根阳线 你可以呢 把它作为呃 你的防守位来看待指数 如果说呢 接下来怎么走呢 接下来基于向下 把下影线的实现向下补位 并且把前面的这样的一根阳线实现 向下进覆盖了 最起码代表的是 它的节奏次里发生变化 什么变化呢 前面是单边上 或者是可以把它作为阶段性的上升通道 如果说呢 把前面这一根阳线实现向下覆盖 那么对应了通道打破 打破过之后的话呢 后面会面临两种抉择 一种是什么呢 调整进一步延续 进一步延续的话呢 你要等待延续之后 列头实现一笔下的延续之后 那么等待新的墙 反爆阳线 新的墙底分形呈现了 然后呢 再把握下一个节奏点 这是一点 第二种剧情呢 如果说前面没有出现这样的剧情 而是呢 列头下周一 或者是下周初 它又维持整体呢 维持在MI5日均线的上方 那么对应呢 它还是延续这样的一个上升通道 那么呢 还是可以继续去跟 只不过跟的同时 要更加注意量能 什么量能呢 这个位置 如果量能又重新回到武军量的水平 或者是回到武军量的上方 那么对应呢 积极的去把握跟踪 把握跟踪的逻辑是什么呢 资金在这个方向 它没有擅长 还保持活跃 那么呢 你有理由持续把握它的机会吗 反之 即便呢 保持在武军上方了 一向上的话呢 2086迟迟不能过得去 而且的话呢 量能这个位置的话呢 保持 来进一步的缩量的态势 那么呢 反弹了 反而 继续找卖点 而不能盲目的进攻 同样的这个位置的话呢 如果说 还继续 震荡或者是继续向下 把前面这样的一个阳线给破掉了 那么呢 你要看它具体的细节 什么细节呢 如果破的同时量能的缩减的非常之快 防范的是资金阶段性的擅长 资金不活跃了 那么呢 板块里面必然是风险大有机会 如果说呢 同样 列宗它是一种带有抵抗式的调整 列宗盘中 冲高 然后的话呢 回落 但是 它是分两天 甚至分三天 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表达 完成的表达同时的话呢 列宗并没有出现快速的缩减 那么调整下来之后的话呢 反而一旦出现多头 反而可以再度找机会 好 这是对于指数当前的一个观察 那么我们再来看五分钟走速结构 五分钟走速结构的话呢 在前面 例如说在 呃 周四的上午 周四上午的时候的话呢 有专题的呃 视频 对 该方向呢 给出过这样的一个表达 列宗了 呃 在周四 前天 周四上午的时候呢 讲到半导体芯片 上午盘当时还在冲高的时候 还没有出现下影线的时候 再次一次独秀 那么对应的是当下一简不易追 给出的态度是什么呢 它是由从两个层面来去推导出来的 一个层面是什么呢 从1768 在五分钟走速结构上面来讲 它已经是小C段的离开 这个位置呢 是第一个五分钟中枢 当时呢 是处理的把它呢 看成第二一个五分钟中枢 第二个五分钟中枢的话呢 那么我们把中枢的区间标准出来 标准出来的话呢 这里面有一个节点 什么节点呢 这是很多朋友容易陷入误区 进入段 小B的离开 小C段的演绎 因为很多朋友呢 还是认为这个位置呢 内部没有被磁 既然说没有被磁 那么呢 就不能草率的认为它是卖点 而修缠的观察的逻辑的话呢 它是两个视角 哪两个视角呢 第一你要从这一段内部 一分钟表达上面来讲 它是没有被 内部是没有被磁的 但是呢 这一段和它相比较来讲 我观察的是 它的被磁关系并没有被打破 只有说呢 这个位置继续高歌猛进 而且的话呢 它们之间的被磁关系打破了 你才能够在看新的平台上 以及往上去跟 第一点呢 这一段整体和它呢 并没有被磁关系 并没有被打破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在这两天 它的板块里面的风向标 例如像台积股份 像上海贝林 实际上是有出货的嫌疑 而且的话呢 没有走出持月横强的表现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话呢 当时对于大盘的存在的隐患 那么呢 有这样的思考 所以说呢 这两天的态度 尤其是在 不管是在分享当中 还是在跟学员的交流当中 当时讲到的话呢 对于该方向实际上是以 简为主 以脉为主 获利的 大胆的这样去锁定盈利 那么我们再来看 当下又上演什么呢 剧情 当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好 前面是一个五分钟的趋势上 那么当前的话呢 用不刺而策的一个视角来去思考 这个思考对应的话呢 其实非常简单的跟踪的逻辑 什么逻辑呢 好 在周四的长上演 周五的低开 这个位置回落 实际上已经把前面这个中枢区间的下沿 已经跌窜 跌窜呢 代表的是这一节点 它的空头呈现是明显的 而后呢 低开之后 有一个向上反扑的动作 这个反扑的话呢 也仅仅是前面这下跌的 半分位的位置 半分位的位置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它的推演呢 有用多一性的视角 有两种 第一种是什么呢 第一种是可以把2086的位置呢 作为一个新的I0 之所以作为一些I0呢 是因为前面 一个中枢 两个中枢 他们之间有背词的表达 而且这一段的话呢 有空头力量呈现了 空头力量呈现的话呢 也说 从它作为I0来去观察 想要化解它的调整 需要什么呢 需要短期继续 把前面的高点给覆盖掉 没有覆盖掉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观察 向下列出哪有新的 5分钟的走势生长 或者新的中枢勾建 这种前提的话呢 就属于 以它作为I0 短期的话呢 又没有把26 2086的位置向上覆盖掉 如果说呈现 这样的一个剧情 那么你要等它调整 列出的日线 一笔下5分钟的 一个走势类型下 然后的话呢 什么时候再出现 新的这样的一个多头 多头呈现 或者是强反暴阳线 呈现了 再去找机会点 这是一种推演 另外一种推演是什么呢 另外一种推演 依然是用中枢 增荡 这个中枢增荡列说 把它呢 这样进行处理 列说 依然把它看成 5分钟的中枢增荡 如果说把它看成 5分钟的中枢增荡的 一个视角来进行 看待 跟踪和理解的话呢 那么两点 一个是 中枢增荡的强与弱 第二的话呢 三点买卖点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以它作为中枢 震荡的视角来去看待 这个位置呢 需要继续往上过前面高点 或者是呢 没有过一下前面高点 但是呢 回落不进度中枢了 出现这样的节点的话呢 依然也可以把它视为强的 一种状态 继续去跟 如果说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配合量能处回到 5日均荡线的水平上 那么呢 反而更好 这是这一点 第二点 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向上没有过前面高点 结果下周转 继续往下 破了前面的低点 破了前面低点的话呢 对应的 好 周转树 震荡也驱弱了 后面反抽的话呢 连出头都上不去 那么对应的 它是以三类买卖点 作为进一步的风险 机会的信号 好 这是对于半导机板块 指数当前的表达 好 那么呢 给出态度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这个位置 如果说想要进一步的反弹延续 它需要什么呢 它需要有进攻 即时补量进攻性的开线 力量能保持 出现这样的信号 那么的话呢 也是可以继续向上去跟 没有出现这样的信号 等它调整 调整 调整出内部的结构 然后的话呢 调整之后 找相应的拐点 再就把握机会 有一点 个人是认为 该方向的话呢 后面大概的还会有反复 那么我们再来看 例如像台积股份 台积股份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前面讲到 在这个位置 六月十四 六月十七 连续 已经不能继续新高了 当时呢 就讲到 它呢 还没有走坏 还在武军上 但是呢 它已经和前面相比较来讲 已经什么了 已经没有继续横强的 这样的表达 而且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量能 它的筹码 是什么呢 下方的货币筹码 是明显的快速减少 在该位呢 形成新的筹码密集区域 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是周三的时候呢 它的收盘收在了五日均线的下方 而且呢 盘中冲高的时候呢 又一次不过前面高点 两次不过前面高点 认为呢 它是有出货的嫌疑的 出货嫌疑 那么当前来看的话呢 它已经是什么呢 已经是属于龙头倒塌 走入 保持在武军下方了 因为龙头倒塌 保持在武军下方了 那么它对于该方向的人气 对该方向的情绪 是起负面作用的 这也是为什么对应的 例如像上周四 上周四的话呢 对应的像半导体板块 指数给新高的同时 那么对应的反而是积极的 找卖点为主 找减持点为主 那么什么情况下 如果说呢 同样的如果半导体板块指数呢 在进攻的同时 或者在上攻的同时 而对应的像台积股份在上周四 它不是低开低走的 而是什么呢 而是说平开或者是低开 中的高度实现 新的掌平板 反包前面的 增浪的平台 那么出现这样的具体 那么对应的 它对于整个板块方向 肯定是一个正向的引领 这也是一种什么呢 单纯的走势结构 再结合什么呢 再结合 风向标 结合 标杆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同时的话呢 又参考到了整个市场的 这样的一个综合因素 它考虑的是一个全面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上海贝林 上海贝林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同样的 在周三的时间 它也是属于什么呢 快速冲高过之后 它没有封板 也没有保持横强的态势 留一个长上赢 而且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下方的锅里冲板的话呢 是逐步的在进行减少 那么周四的时间呢 它同样的是高开低走的 那么半导体板块指数 在周四的时间是冲高回落 但是呢风向不要反而什么 反而率先倒了 那么这样的节点出现的时候 你不减等什么呢 好 那么我们再来回归到今天的核心内容了 那么下周怎么看风险还是机会呢 这里面一定要区分开来 这个区分开来的话呢 很多朋友会陷入一个误区 什么误区呢 好像只说没有大问题 你就能赚钱式的 好像只说有问题了 就把市场一棒子打死了 完全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那么我们来看 这里面的话呢 有个细节 什么细节呢 半导体行业里面 总共174只个股 但是这174只个股当中 科创板占了三分之二 因为说呢 174里面 科创板就占了103只 好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进行区分和看待呢 也就是说对于半导体板块里面 你要是真的有这个功夫细致的去复盘 或者是观察里面的个股的话呢 你会发现 第一在过去的 一个月或者过去的连续四周五周的时间里面 它相比于大盘 相比于创业板 相比于整个市场来讲 它是属于逆势的 就是呢 市场走弱 存量 该方向是放量 是有一个香香反弹的 这样的一个延续 走出个相应的延续性 但是内部的话呢 它是分成的 如果说对于很多股友来讲 你是不管是 埃股 就是呢 不管是零开头的 还是说像上海主板的 还是说像300开头的 还是说什么呢 还是说像科创板的 你都能够无差别的进行交易 你倒不需要太刻意 如果说呢 你不是这样的 那么呢 不妨我们把细节放大 这个细节放大的话呢 因为科创板总共有多少只呢 埃股当中 科创板的个股的话呢 在600加左右 600略多一点 那么我们不妨观察一下 例如说像科创板 ETF 把他呢 当成该方向的当前的一个表达 那么对于他来讲呢 因为市场整体是向下的是新低的 他能够不新低 阶段性的话呢 还能够震浪 那么当前我们先看 像科创板ETF当前的表达 我们同样用技术视角来去看待啊 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对于他来讲 上 没有过前面高点 下的话呢 低点还是属于抬高的一种状态 那么当前的话呢 他只是用震浪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 只不过呢 结合 结合 近期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比价的效应来讲 那么该方向当前的话呢 接下来只是观察他的载度方向选择 因为呢 对应呢 你可以把它当成科创板的指数来进行理解对待嘛 也说接下来什么呢 接下来如果说市场整体还是存量的 但是呢 对于列说像科创板ETF这个位置的话呢 能够向上的进行 其实的再度的震一震受 每一次震荡的话呢 不破前面的 低点 每一次的话呢 一旦出现标志性的阳线 震荡不破前面低点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保持这样的节奏保持 一旦呢 再度出现这样的一个阳线 而且的话呢 缩链三角向上突破 那么他可能会面临什么呢 面临局部 以科创板 为代表的 然后延伸到部分科技当中的局部的 机会点的呈现 这是需要去跟踪和观察的 最起码当前来看的话呢 你要是单纯看科创板ETF这个位置 它还是收敛结构的末端 即将再度选择方向 而且当下它并没有真正走坏 而且和上任创业板像比较来讲 它是强于市场的 这是阶段性的强 好 那么阶段性的强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我们再来去看 例如像芯片板块 芯片板块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芯片概念当中 它是从概念体材的视角 那么这个板块里面呢 有接近400家 399只个股 399只个股当中 对应的 它的里面 科创板的占比之后呢 在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 也就是说呢 接近400只个股当中 那么呢 科创板个股的比例的话呢 只有100 零几只 110只左右 那么我们再来看芯片板块 指数的一个呈现啊 那么芯片板块 指数的一个呈现的话呢 它的强弱程度和半导体行业板块 相比较来讲的话呢 就比半导体行业板块呢 稍弱一些 那么对比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半导体芯片整体是要 远远的强于 上证 强于创业板 强于整个市场 而半导体内部的话呢 我们区分列说 像零开头的 像三开头的 像正常的 像 护士里面的老主板 主板类型的 那么呢 他们和这里面的 所半导体里面所沾用的 像科创板里面的 个股如果说 他们两者再经比较的话呢 哎 科创板在过去 半个月 或者过去一个月表现的话呢 反而更活跃 那么这就会导致一种结果 什么结果呢 看到半导体板块指数 可能还是偏强的表达 但是呢 如果说该方向当中 你个股折取的不对 可能指数没有怎么调 没有怎么跌 但是呢 个股还在不断新币 好 反过来 如果说呢 个股选择 利用比亚优势和板块形成 强势公正的 那么呢 后面的话呢 反复当中 还是有机可循的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给他做一个思考 什么思考呢 那么列说 就以芯片 板导体板块呢 我们做一个比较 像芯片板块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过去 他也是一比上 然后的话呢 增量真的不明显 但是他和前面相比较来讲 也是有所增量的 就是量能是有所保持 只不过呢 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 美中不足的是上周四 上周三 该方向的风向标倒了 就是半导体方向 风向标 走弱了 没有横墙了 而倒了 另外的话呢 哎 在走五的时间 该方向呢 又保持缩量 那么下周错的话呢 对应的 如果说这个位置 量能进一步缩减 那么呢 等他多调一调 咱们再找机会 没有必要一半的打死 如果说他的一个涌现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列说 一 大的前提是什么呢 大的前提是 他前面的经历了一个深度的 这样的一个 调整 你要阶段性来看 前面经历过这样的极叠 经历过极叠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呈现什么呢 当前的一个呈现 是 上前面高点没过去 下低点 低点 低点 不断抬高的态势 能不能保持 也说呢 这个位置 即便多调个一天两天 如果说呢 前面这样的低点始终不破 他用震荡的一个视角来讲 一旦再次出现这样的一个 现场拐头 也是可以再次当成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点来进行看待的 好 你要是看半导体板块指数也是 如此 那么呢 小周期按照刚才讲到的一个接点就说呢 如果说保持 哪怕呢 下周初保持在五星上方了 你又没有新的风向标能够呃 横强能够走出来 量能的话呢 哎 这个位置呢 量能在五日均量线的下方 而且呢保持桌量 即便反弹了 你也没什么可激动的 好 同样的 如果说呢 相当反弹过了前面高点的 同时再度放量 那么板块里面的话呢 更多的底位胳膊开始动了 或者是开始表现出来了 可能整个市场是属于持续走弱的或者震荡的 但是局部不排除有机会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情况下 你可以呢 高看一线乐观 什么情况下呢 我可以警惕 这是属于像死好的一面 就是即便反弹了 但是呢 没有风向没有 而且呢持续缩量 反弹的话呢 你也没有什么可清洗的 而且的话呢 不能冒进 如果说反弹 它是带量呢 实现这样的一个墙覆盖的 又有新的风向没有呈现 或者是有更多的底位的购物 开始冒头了 那么积极把握嘛 有什么可怕的呢 这是相 这是相上的情况 如果相下的话呢 那么对应来量能进一步缩减 保持在日军线的下方运行 甚至呢相下进不畏 那么我多等两天就是了 等他下一个多头力量呈现嘛 就说了一定要 学会当下强弱的侍卫 然后那去跟 好 为什么这里面各府里面呈现的是 有的小河财路金金角 有的深埋淤泥 带萌芽 就是还没有涨呢 就是前面 半导体板块的话呢 已经是反弹了 小一个月 但是呢 对于半导体里面的个股而言 那么我们来看啊 对于半导体板块里面的个股来讲 例如像什么 例如说 这里面有些个股的话呢 还刚刚呈现这样的一个 趋势的拐点 包括了像全质科技 全质科技的话呢 那么在周 周五的时间的话呢 跟学员 重点分享了 讲到了 如果说能够扑 能够向上突破 21块888 他就是非常漂亮的 这样的一个 标的 这样的一个图形 那么对应的 完全是可以去 跟踪关注嘛 而对于什么呢 对于列组像三光电呢 像这种 前面过去什么呢 过去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但到底指数 单边上 量亚体生 而该方向呢 他就是一个弱势真浪 在144年军业下方 也整体来讲 也是属于存量的 就说他根本就没有 真正的表现出来 包括呢 列组像四南威 好 这里面的话呢 就说他还是属于什么呢 如果说你要从他长期的走势 从74一路下跌 在144年军业下方 那么在过去的 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他就是一个 依然保持这样的一个 弱势真浪的一个表现 就说呢 他对他来讲 根本就没有真正的 行情启动 连行情启动都算不上的话呢 又弹和坚顶了 他讨厌的是 前面 就这个位置 能不能磨底成功而已 好 也就是说呢 对于半导体板块里面的 个股来讲 一定要去细分 这个细分呢 其实在早在半个月 甚至在一个月 之前的讲到过 更重要和板块进行公正的 同时呢 板个股的基本面 又有配合的 那么呢 更有优势 不管是 颗板块里面 颗上摆的代表 还是说呢 像传统的一些 一些曾经标识度比较高的 否则的话呢 同样是半导体板块里面的个股 例如像前面 遭遇创新 他能够什么呢 他能够不断新高 走出这样的一个偏强的表达 而同样的列出呢 像对应的 像 这里面 有些个股的话呢 他的一个呈现什么呢 他的一个呈现就属于 而持续弱势 就说呢 并不是说半导体方向 有机会了 你就能够闭着眼睛 在这方向当中去买股票 去持股就能够赚到钱了 好 所以说呢 一定要结合具体的个股和板块的公正 板块本身的话呢 要结合量能 结合什么呢 结合他的走势结构和量能 同时呢 再结合板块里面 有没有风向标的呈现 那么呢 给出这样的态度呢 那么对于下周的 对于半导体芯片的方向的态度 是什么呢 网牙条 那么等他调整的节奏 等待相应的拐点 调整过之后呢 后面认为该方向还会有反复的 这样的机会点 设定在于你能不能 有没有一个成熟的选股逻辑 能不能有一个成熟的思路 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就反如果说呢 没有量的反 那么对应的 而且大盘的话呢 要结合整个市场环境 什么市场环境呢 如果对应的 大盘继续往下出现了 踩踏 查恐慌的剧情了 那么呢 一些当下还比较强势的 看似强势的板块 防范补跌的风险呢 所以说呢 一定要灵活 一定要快 就说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出现了 乡下进行 杀恐慌的剧情 那么呢 强势的板块 或者当下还强势的 会不会出现补跌呢 如果说出现了 你能不能及时的进行应对呢 这才是考验一个人的能力 他也决定你赢亏的程度 好 如果说呢 市场没有呈现这样的局面 而出现什么呢 而出现及时的 列出呢 上下探一下之后呢 及时的相向拐头 出现这样的一个 接触性的想要的拐点了 那么你要及时的去看到什么呢 看到具体的体材 具体的板块 资金 往什么方向去进攻 如果说呢 对于半导体方向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词域 词域数量 震荡了 但是呢 科技里面其他的 有形成增量的 有明显的资金进攻了 你能够及时的当下识别 当下能够应对 这才是核心 好 那么对于半导体板块的态度呢 第一 后面 该方向依然呢 可以中点去跟踪和关注 只是短周期来讲 龙头倒塌 而且的话呢 在周 在上周 三上周四的话呢 实际上是有提醒过 这样的一个 简直的 节点呈现 节点呈现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在没有风向标形成之前 同时的话呢 这个位置 如果后面进一步缩量 那么呢 可以只是等一等 它的节奏更加的 良好 再去看待 再去把握嘛 好 那么对于下周来讲的话呢 如果说真的处于向下去调 那么呢 调完过之后 一旦出现多多目发 可能会触发新的机会点 向上的话呢 你要看它能不能 能不能呈现 再度增量 同时的话呢 来板块里面 要结合个股来去看待 就是那个股和板块公正的 或者个股本身出现 这样的一个小核材头尖尖角的 然后的话呢 基本面又没有太大的 这样的问题 那么的话呢 你可以这样去 把握 核心的话呢 有量有未来 如果说整个市场是存量的 短时间之内 很难形成大的增量 那么呢 我从整个市场当中 找局部 能够保持增量 或者量的 能够保持的比较好的 资金反复资金流入的方向 或者资金在一个方向当中 活跃的地方 那么呢 机会才会更多一点 同时 如果说这个位置快速缩量了 那么呢 人气散场了 那么你不散场 等什么呢 好 这是今天 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希望对大家会有所帮助和启发 好 喜欢的朋友 请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 再见